以及工研會、新聞黨、一班街坊對這件事非常關注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向警方發出敷意 要前足出拿這個兇徒 保障我們西貢區所有居民的平安 我們在這裡也祝願我們傷者能夠身體早日康復 警方多些加強巡邏 保障我們社會的安寧 多謝大家 各位香港市民 各位將軍澳西貢區的街坊朋友 昨晚我們在將軍澳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震驚的事件 在一個行刃隧道裏面 有人用刀去傷害了三個人的身體 令到三人受傷 這個事件是我們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的 我們今天民建聯工聯會和新聞黨的一批議員和幹事 和一批街坊朋友來到將軍澳警署請願 我們要求警方言證執法 盡快將封徒成至於法 也要求警方加強巡邏 保障街坊的安全 我們也在這裡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這段時間香港很多暴力的事件發生 我們不斷呼籲大家放低暴力 放低仇恨 千萬不要以暴易暴 千萬不要以為暴力可以解決問題 這段時間我們都知道很多市民的情緒很不開心 也都有很多人告訴我們很憤怒 但我們希望大家明白 暴力無論如何不能解決問題 請大家放低仇恨 安靜 繁榮 穩定 我們希望我們的社區是安全 我們的市民生活是得到保障 請大家放低仇恨 放到我們將軍澳的居民非常之不安 現在兇號仍然是未被緝黃 仍然在社區裡面令到我們很惶恐 很多市民很擔心有情緒不穩 遲到的人會在社區傷害其他的人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要求警方嚴正執法 盡快將兇徒承之於法 我們民建聯 工聯會 新聞黨 絕不容忍任何暴力 我們譴責所有的暴力行為 我們要求警方嚴正執法 盡快將兇徒承之於法 保障社區安全 保障市民的安全 我們在這裡再次呼籲香港大眾市民 放低仇恨 放低暴力 還社區安寧 還香港平安 香港應該是一個文明理性的地方 暴力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千萬不要掃諸暴力 千萬不要掃諸暴力 就算你政見不同 都不可以掃諸暴力 我們民建聯 工聯會 新聞黨的議員和幹事在這裡 強烈譴責 兇徒的暴力行為 我們對暴力凌容緊 要求所有市民 放低暴力 放低仇恨 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 我們在這裡再次要求警方 嚴正執法 嚴正執法 盡快將兇徒承之於法 要求警方 嚴正執法 將兇徒承之於法 保障市民安全 要求警方 嚴正執法 盡快將兇徒承之於法 盡快將兇徒承之於法 保障市民安全 我將時間交給文啟明議員 各位街坊 各位廚媒的朋友 大家好 昨晚很不幸 在景林村和仲明院的隧道裡面 發生了不可以接受的傷人事件 事件裡面有幾位市民斬到被人受傷 也有一個聲稱在ICU裡面接受治療 對於這些暴力行為 我們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們今天一眾不同的政黨領袖 不同的地區的團體和街坊 一起自發來到這個將軍路警署的前面 我們向警方要求 希望警方可以嚴正執法 早日將這些兇徒 將這個疑兇承之於法 我們不可以再被他們在社區亂地到處去傷人 即使剛才EQ講過 我們有不同的政見 我們有不同的理念 但是我們相信暴力永遠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各位街坊 如果你們有其他的資料可以提供的話 也希望你們可以將有關疑兇的資料 交給我們的警務人員 交給我們的警方 希望我們可以同心協力 早日將兇徒緝難歸案 好 接著我們來看看 莫秀安主任 張軍路的街坊 朋友 我們的傳媒朋友 我是民意聯的社區主任莫秀安 昨晚在厚德邨重明園附近的範圍 發生了一件令大家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這件事情令到今天很多居民都和我們反映社區安全的問題 亦都向我們表達我們現在社區安全和居住環境的關注 可拜我們一眾的議員幹事 來到將奧警署向警署表達訴求 我們要求政府警方權政執法 要求警方特拿兇徒歸案 我們認為社會上無論有任何的意見 都不能夠訴之暴力 我們亦都不接受任何的暴力行為 希望各位將軍路的街坊 我們的朋友 我們一起重整我們社區的力量 希望我們社區安靜 安全 安居的環境 盡快能夠重回正軌 我們今天跨政港來到將關道警署 是代表我們的居民 代表我們的街坊去表達 希望警方能夠盡快緝拿暴徒歸案 亦都希望警方能夠去全力去協助我們社區 重整一個安全居住的環境 我們現在一起喊多次口號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 緩按壓暴徒歸案 反對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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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社區安全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 緩按暴徒歸案 反對暴力 反對暴力 環社區安全 各位市民大家好 今天我们跨政党包括工联会 民建联新闻党一区的社区的干事 街坊发言的代表来到这里警察 因为昨晚凌晨在隧道里面发生一件 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斩刃案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求警方严证执法 早日将这个兇徒执马归岸 保障我们居民社区安居乐业 我们香港有乃的就是核心价值 就是香港一个非常安静 安宁安居的地方 故此我们强烈再次要求警方 尽全力将兇徒尽快执马归岸 保障 各位街坊 各位传媒朋友 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暴力本分就是问题 暴力会制造更加大的问题 昨晚发生的伤人案是完全不能够接受 所有人知道这件新闻都非常痛心 也都非常担心 所以我希望警方可以尽快将兇徒 细拿归岸 我在这里也都再次作出呼吁 无论你们有任何的政治立场 都请你们放下暴力 请你们用一个理性和平的态度 去表达自己的诉求 千万不要发生暴力的行为 不要破坏我们社区的安力 好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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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的传媒朋友 各位香港的市民 我们在这里的请愿 也都是热促 我们在这里 是呼吁警方 是要尽快破额 验证执法 尽快将兇徒 是策拿归岸 令到我们的市民 是安心 保障我们社区的安力 再次在这里 多谢我们这么多位的街坊 各位的社区领袖 我们民建联 工联会 新闻党的各位的议员 国安事 以及立法会议员 国安事 郭背帆 以及区议会主席 各位香港的市民 各位传媒朋友 在这里 多谢大家 多谢 多谢各位的市民 我们希望警方可以 尽快破案 来到我们的社区 是回复 安宁和安全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